這樣聊到底好不好 我想要 想要當導演 該死了 聽起來好肉麻 我只不過是曾經想要當電影導演 以至於去念了戲劇戲 然後做了編劇 然後拍了片 被拉起來當廣告導演的一個人 原來隱隱然有另外一個夢想 但是我為電影導演這個夢想 還做了什麼努力嗎 零 沒有 我就是投入了廣告 不管他是污入歧途 還是如魚得水 他就是我真實的二十年的人生 我應該要對這個事件負責才對 想要當導演 就是很小的時候的夢想 一定還不夠懂事 但是你就是會開始看影展 像西門町的那種大戲院 那種片根本沒有人看 那西門町的大戲院只有你一個人 坐在戲院裡看那個片還可以抽菸 因為根本就沒有人 然後就看電影 然後感動得要死 第二天再去看一次再抽菸 那怎麼會不震撼你想要成為一個導演 大概從2000年政黨委屈 所有的宣導短片都提高了規格 他們有更好的預算 所以我們就開始大量的投入這些比 各位觀眾 您在畫面上可以看到公務車已經發動 準備進攻 但是遭到了阻擋 因為小貨車準備要右轉 誰又把小貨車擋住 比如說衣服飛起來的衣服 就在裡面穿鐵絲 讓它可以飄在空中 就讓所有東西靜止下來 這是當時的宣導短片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我們就用這種狂髮突髮練剛拍了一支片 那支片就在那一年在時報的廣告獎得了最大獎 於是他就等於是被業界蓋了一個章 我想說這個導演可以 那拍完之後我就覺得很驕傲啊 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辦法有這樣的規格拍這樣的片 所以我就把它錄在錄影帶裡 那時候是VHS寄給我的二姐 我的姊姊在廣告公司上班 他看了他可能真的覺得還不錯 於是他就拿給他們廣告公司的producer 然後就在廣告圈傳開了 於是就開始有人找我拍商業廣告 然後我就瞬間開始拍商業廣告 因為我非常年輕那個時候 所以我並不需要擔心我的夢想是否遠離了我 廣告裡就是勾勒一個無比完美的生活 然後讓你去嚮往 他就是消費的動機 但我不認為如此是我認為他錯嗎 並不是 而是說那不是我最會的東西 我更在意我的演員 是不是可以長得平凡一點點 更像一般人一點點 至少戲演得好一點點 於是乎他們就會有更真實的家庭的互動 住在我們熟悉的房子的樣子裡 人們應該對什麼東西憂憂 對什麼東西厭惡 這是你對這個社會的觀察 這是一個導演應該要有的基本的內在 人們找我這個導演我所可以 我可以offer的就是這個特質 他愛我嗎 拜託 我們在某一年的IKEA的廣告裡面 他要交代一對伴侶的關係 我們就說我們要他是一對同志 賣客戶也點頭 我們就會非常開心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社會很需要這樣的聲音 我們沒有辦法否認他在賣家具 但在賣家具的過程中 我們也賣了理念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 會不會有一個這樣的世界 但我希望可以有很好看的廣告 真正的好看 不管是好好笑喔 還是好深刻喔 使得人們在看廣告的時候覺得很快樂 說來zieh於是 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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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